1.南洋府双杀浩文团队 大唐拳浩没有大幅的一把武器值钱 175群雄逐鹿小组赛当中 施青化义与南洋府再次狭鹿相逢 浩文在比赛前直接拉起弹窗 表示这是自己在群雄比赛中的荣辱之战 在福战晋级赛输给南洋府一次 这一次浩文一定要一血千尺 这一场比赛 浩文上了大唐的1107神器大唐 打起了国标点杀阵容 自己的女儿孙也如愿拿到了场上一宿的 风筝被云震小客也说得过去 王老谷的宝宝对外出售之后 浩文团队的宝宝质量确实是差了一大截 手握八郡图的大富 居然在比赛中用起了小红马 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南洋府的硬件虽然远不如浩文团队 但是指挥小翼对于国标点杀阵容的理解 确实是比浩文高出了一个层级 另外他也是浩文的资深粉丝 经常研究浩文的PK套路 在比赛当中轻松防住了浩文的无数把点杀 比赛结束之后 双杀浩文的南洋府团队非常兴奋 特地在二狗直播间展示了自己的硬件 其中大唐的武器纯伤999 综合总伤1041 目前的市场价不到10万元 基本上属于帮战大唐的武器 这个大唐的其他装备都是15段 前排灵式是5伤害2速度 而是更是只打了9段星灰石 这个号的宝宝也是非常普通 基本上都是帮战级别的宝宝 总的来说 南洋府服战队的大唐拳号 还没有浩文团队大副的一把武器值钱 这样的硬件水平能双杀浩文 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这一场比赛 浩文打得非常暴躁 全程大喊大叫 在洋小头化身被点杀 狂喊化身宝宝怎么不给自己顶大惊啊 洋小头无奈表示 我没大惊了啊 浩文在比赛当中 无数次发出了 为什么我们的点杀点不死对面的灵魂拷问 输掉这场比赛之后 浩文团队在群凶小组赛中 已经锁定了小组第四 在周四的128近64的交叉淘汰赛当中 将会对战其他小组排名第一的战队 这一次要挺进64强 对于浩文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二 暴总武装将加盟二狗团队 二狗的灵影寺服战队 将迎来顶级神豪暴总的加盟 暴总总经验1776亿的武装号 将在近期拍下烟花 赶往灵影寺服战队 一切顺利的话 这个号能赶上灵影寺11月份的服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